捷运北投机场为台北市第一座取得电业执照的光电厂 年发电430万度 为了达到2050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台北市政府特别根据国际发展趋势 顾问专家建议以及市民需求进行调整 发表台北市能源政策白皮书2.0版 将以建构节能环境、扩大绿能供应 以及带动产业转型为三大发展方向 特别选择荣景时光生活园区来做这个整个 台北市能源政策2.0版的发表 那有一个特殊意义 当然这个老的台北行务所重新再利用 本身就是一个检汇永续发展的一个建筑 那在这边能源政策2.0之所以做修正 是因为我们在2020就已经发表了第一版的 这个能源政策白皮书 那么随着今年的这个晶云碳排条例的颁布 那么整个条件都有做一些更严格的要求 所以我们把原来的能源政策白皮书呢 做个修正 那经过这几个月来跟专家学者 跟各个单位的仔细讨论 重新修正了所有的目标链的工作事项 然后重新定出了新的能源政策白皮书2.0 它将会成为台北迈向晶云碳排 一个能源永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指标 第一个随着2050的晶云台北的要求 我们在2030减碳会先把他目标设定在40% 然后到2050年进展到整个晶云 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个很关键 第一个是积极节能 那么我们预计以2018年为积极年的话 在2030我们希望可以降低到18.1% 到了2050年可以整个节电降低到72.5% 节电量可以减掉117亿度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讲要非常努力 结合全民情努力的目标 那么在绿电的部分 我们也以这个2018年为积极的话 我们希望在2030年可以累积增量到5倍 到2050年可以累积增量到7倍 这都是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 那未来有一些比较细部的重点工作 第一个是我们的追日计划 就是太阳光电我们会持续的进行 那么2030年目标是设定为包含5000网 那么这个是我们会持续的 包含室友的黄帝 包含智慧电网 包含室友黄色的补助 以及公民电厂 我们会持续的推动 其实尤其是整个用电大户 它都必须包含绿电的比例 必须要增加到10%以上至少 那么这一面我们会做辅导 那么逐步来协助 那另外在节电的部分 也要帮忙所有的中小企业 跟我们工商业来做这个处理 那这也是证明在过去 在六都里面台北市是唯一 整个经济持续成长 但是它的节电是达到3.3% 那么其他的五都 其实都是整个持续在用电耗电 在增加的 在产业局这边 他们也参考了像日本东京 还有韩国首尔 以及像英国伦敦 这种主要的国际大城市 他们的一些策略跟做法 那同时他们也邀请了 国内许多在能源方面 这方面的一个顾问跟专家 大家一起开会讨论 共同定出就是像节能 就是积极节能 智慧绿能 还有像低碳永续 这样子一个三大目标 产业局也指出 台北市已经率先走在 前往净零排放的路上 目前已经累积许多实际行动 与亮点成果 那么在过去八年来 台北市政府在各局处 共同的合作之下 我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 跟大家先报告 在温室气体的减量部分 我们到2020年 就两年之前 我们整个减碳相较于2005年 我们已经达到12.9%的减碳量 这一面包含扩大空品的维护 降低建筑能耗 以及混化场转向绿电的一个处理 那么第二个是在节能部分 那么我这边特别要跟大家报告 在六大都市 我们六都之中 从这数据可以看到 其他五都其实都是不断在做这个耗电 并没有真正达到节电 只有台北市真正达到3.3%的节电比率 是六都之最 那么另外 在住商的节电 在服务业 在经营福岛 我们都有上亿度 上亿度以上的这个节电的效果的呈现 那么在推动创电的部分 我们在太阳光电的这个设计 也要跟各位报告 在柯市长上任之前 整个台北市的这个光电量 其实只有3100千瓦 但是这8年我们成长到5万4千多千瓦 整个成长17.5倍 这是一个不敢说绝后 绝对是空前 那么另外在民间电厂补助 我们帮助57个案件 那么同时 我们也跟民间的这些 新创团队合作 还有民间的这个团体合作 台湾第一个公民电厂 正式在台北关渡国中来推动 这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钱来自于民间募资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让公民共同的参与 我们台北做到了 另外销锁力发电 在今年的这个年底也会来完成 那么再提示是智慧电网的推动 这一面包含联合需要竞价的推动 目前已经有5个案场 那么我们预计会持续的扩展 在智慧电网部分 有9个案场的这个进行 另外在用电控管 我们有建立一个完整的 电源管理的这个体系 另外在绿电凭证的交易 我们已经将近700多张的 这个再生能源凭证已经发表 推动净零排放 市政府将吸收产业界共同努力 并配合公民参与 及市民教育等配套 一起来营造移居永续的台北市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weder crumbs 路选拟